正式的连调一下 就是把这个各个空中跑一下 跑之前呢 我们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admin admin.html 就是管理中心里面呢 大家想一下 管理中心要获取的是 自己的列表 不能获取别人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要加一个全员限制 我们怎么加呢 我们就加一个admin里面 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在Admin请求的时候 就请求当前管理中心的 博客列表的时候呢 我们加一个admin等于1 就是获取这个 API blog list的时候 增加一个asadmin等于 就登明 我们是通过这个admin行事 来获取的 然后这个目的呢 就是说让后端去做这个 过滤这个用户名 必须是自己的才行 然后我们看怎么改 就是在这个list中 我们要识别这个 query as admin 如果有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有的话 这是管理员界面 就说明这是管理员界面 对吧 然后我们做一个什么 登录的验证 就是这个login check 之前写过的 login check登录验证 首先要登录验证 对吧 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要再强行查询 自己的博客 就是之前这个author 是query里面获取的 是吧 但是如果它这个admin 就知道的话 我们把这个author 必须强行做成这种session 里面取得内部的形式 当然你前面已经做过 登录验证了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从session中取值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author 这要被修改的话 之前是个kint 来定义的关键字 所以这个地方 要用let来定义 这也要改一下 这是第一个地方 大家自己改一下 代码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改一下 第二个地方 就是我们之前写的一个错误 是后来连条才发现的 就是之前 之前在这个new和update 还有delete的时候 我们在做登录验证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写错了 我们当时写的是 return login check 这是不对的 我们当时这写的 return login check login check是函数 对我们反馈 还是没有用的 我们应该是反复一个 login check results 就是反规这个函数之间的结果 这大家自己改一下 不光是new 还有那个update 这个地方也要改一下 然后delete 也要改一下 不用重启 这里面它自动重启 重启完之后 而且不能保证 我们的endix是一致打开的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这样我们重新开一个吧 这个隐藏模式 然后它的cookie就会被清掉 然后我们直接去访问8080 好大家看已经到了首页了 对吧 其实这个登录之前的这些页面 其实不用太多连条 就是首页获取列表 对吧 然后作者页 我们点一个作者 这是作者页 对吧 这是李四的作者页 然后张三的作者页 然后这是详情页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登录之前的页面就这么几个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登录 对吧 打开控制台 放打一下 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 我们尝试去获取admin点 就是我们还没有登录的 我们就尝试去管理 它会怎么样 大家看数据错误 数据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上位登录 就是你没登录 你进来管理中心 你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这是我们在后端 做的一个安全限制 当然前端也需要 根据这个上位登录 做一些比如说提示 或者说把这个内容隐藏 这些处理 但那是前端的事情 我们不管 我们只管的是后端 你没有登录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 上位登录 对吧 其他的事情 我都不告诉你 然后比如说 我们新建博客 我们现在还没有登录 我们随便新建一个博客 然后出现的时候 他也告诉我数据错误 我后端也告诉我是 上位登录 你没有登录 你就不能去创建博客 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总之没有登录 就不能创建博客 包括更新也是 包括删除也是 你没有登录 根本就没有权利去操作 所以说 我们首先第一步 是干什么 要进行登录 对吧 所以我们要登录 登录之后 我们可以先验应一下 登录的功能 我们现在登录 已经改成POSE的接口了 改成POSE的接口了 比如说 我们输入用户名张三 密码应该是123 对吧 我们输入123123123 我们就输出几个 看看能不能失败 好登录失败 对吧 我们看一下 login这个确实是一个POSE了 一个POSE的接口了 然后他返回的是一个登录失败 对吧 因为他传的信息里面 这个密码传的是这么个玩意 对吧 然后我们尝试用真的密码 123来去登录 好登录完之后进来了 进来之后大家看 进来之后他访问的地址是 这个API BLOG 然后后面有一个admin等于1 大家看到没有 admin等于1 这就是我们刚才改的那个地方 就是只返回他自己的博客 大家看这些博客都是张三自己的 都是张三自己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登录里四 登录里四也是123 然后里四就两个博客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人的博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创建 创建我们新建博客 好新建博客我们用一个稍微真实的数据 我们可以找到我个人的一个博客地址 然后我们拷贝一个名称 然后进来我们再拷贝一点内容过来 好就这么写吧 然后放在这儿来 然后我们创建 OK创建成功对吧 创建成功到了管理中心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博客就已经过来了 过来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查看博客详情 查看它 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编辑它 编辑它 比如说我们拷贝这个内容 我们再维持上再粘贴一下 让它保存 好更新成功 这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 在搜索里面去搜一下测试 大家看这个测试的 对吧 我们如果什么都不搜 然后点击搜索 它就是全部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功能 以及删除 比如说把这个测试机给删 OK也设计成功 对吧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连条就OK了 我们在新建博客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简单的输入框 我们就只能输入纯文本 按理说博客 它应该是一个复文本输入框 就像这个地方一样 对吧 能可以加粗 设置标题 以及什么设置链接 颜色 插入图片等等这些 按理说应该是这个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用了空白的输入框 这是为什么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么设计这个课程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符文本编辑器 它本身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东西 你别看这么简单的几个按钮 它其实很麻烦的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坑 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个符文本 加上之后呢 我们要多花很多精力 来处理这个符文本这个编辑器 另外呢 它的复杂性呢 主要很大部分体验在前端 体验在前端 所以说前端呢 又不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个重点 我们的课程中也是后端 对吧 如果说我们花很大精力去 把这个符文本调通 并且在前端上写下的代码 那这个课程就有点主次不分明了 我是这么感觉 就有点主次不分明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符文本编辑器 它做与不做 跟我们现在这个诺德捷斯的课程 以及诺德捷斯的整个的运行体系 关系并不大 哪怕这个地方传入是传文本 还是说传入一个符文本 对我们的存储来说 这个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主要在前端 接下来呢 就是说符文编辑器 它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东西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种输入框 这种表单形式 可能每天都会见 你可能经常会遇到这种 什么代表单的这种项目 对吧 但是真正带符文本的 或者说把符文本放在一个 很高的比重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产品 其实不是很多 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 或者说你自己身边的认识的同事 他们当中 比如说100个人里面 有几个人真正的是专注 做符文本这个工作 我相信不会有几个 所以说总体来说 它又比较重 而且又比较偏前端 它又和我们这个当年课程 读解释的这套逻辑 没有什么冲突 影响不是很大 然后它又不是那么的普及 就稍微有点小众 所以说总体看来 我们为了让这个课程的 绝大部分用户 能在短时间内 或者说能尽量花手的精力 去学到一个更多的 更核心的一些知识 我们决定符文编辑器 我们就不加了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输入框来去做 好 等一下OK之后呢 我们对当前的这个整个一章 做一个总结吧 登录这一章内容还是挺多的 首先第一个 Cookay是什么 Sense是什么 如果实现登录 光这三句话就讲了很多那种 Cookay是个什么 它是怎么实现登录验证的 Sense是什么 它为什么要有Sense Sense跟Cookay有什么关系 以及如果实现登录 就Sense跟Cookay结合 如果实现登录 当时是怎么讲的 大家想一下 Redis在那里办了什么角色 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当时我们讲 如果不用Redis的话 Sense会有问题 对吧 当时讲了两个问题 大家想想是哪两个问题 然后通过Redis 能怎么去解决 然后Redis是个什么样的工具 Redis和MySQL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Redis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以及Redis在登录中 它体现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都要明白 最后一个就Enix的 Findex的配置 就Enix在连条中的一个作用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需要用Enix 以及Enix它怎么配 然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最后我们连条 是怎么一步一步成功的 虽然说就简简单单 这么三行 概括了我们本张的内容 但是我们本张的内容 还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时间跨度也非常大 所以说登录这块呢 你看的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有时候可能也不触碰它 但是它确实存在于 各个系统中的一个核心模块 它这个核心模块 各个系统中都会登录 然后你学完了登录之后 基本上你在这个功能 你学完之后 可能说不会忘了 至少是永远会过时的 因为这个登录解决方案呢 自通过了Y2.0之后 到现在一直是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说我们这儿 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 从细节上能去明白 这个登录是个什么东西 虽然说你后面 可能会有一些工具 直接去操作 比如说我们后面也会讲 但是它其中的原理 比如说Cookie,Session,Reduce 以及它的连条的过程 你要非常非常清楚才行 因为这样你才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 你不能说光搬砖 光做业务 不了解原理 这个是不行的 OK 那本章讲完登录之后呢 下一章我们再去讲另外一个核心的模块 就是预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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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